这节课我们学习ES10关于Symbol的扩展 叫做Symbol.Prototype.Description 其实这个测信我们在ES6里面给大家演示过 那它其实是在ES10当中才正式的被纳入标准的 我们还是通过代码演示吧 当前这个应该是第六章的第七个代目 对吧 6.7 还是一样把它引进来 大家记得我们在ES6当中 是不是学行了一种新的原始数据的类型 叫做Symbol 它一般用于表示一种对象的属性是唯一的时候 我们会用Symbol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定义Symbol大家记得吗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S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Symbol 注意前面不写New 比如说我们输出这样一个S 它就是一个Symbol 然后Symbol后面是不是可以传递一个参数 表示的是对于一个Symbol的一个描述 比如说我给传递一个emoke 这时候我们再输出这个Symbol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是不是后面多了一个描述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通过ES10 引入这样一个新的实际化的一个属性 就是S.description 就可以取到Symbol后面的这样一个描述了 我们看代码第四行 是不是输出这样一个emoke 所以这个就是ES10引入这个新特性 能够获取到当前对于Symbol这样的描述 当然大家看我们这个Symbol是有描述的 那如果这样呢 比如说我再定义一个S2等于Symbol 我这边没有描述 这时候我输出S2.description 我们看这时候代码第七行 大家们发现这时候输出的其实就是一个anifine 对吧 因为它没有描述嘛 因为就是Symbol定义的时候 它的描述是不是可选的 并不是必须的 对吧 就是获取 然后我们再试一试 对于这个description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能否给它设置值呢 答案 比如说就对于这个 然后呢 我们给它去设置值 比如说设置这个ES 这时候呢 我再去输出这个S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呢 答案 大家们发现代码第四行 设置完description以后 代码第五行输出的 其实还是原来的amook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于这个description属性啊 它只是只读的一个属性 它不能写 也就是不能给它复制 因为复制的时候 虽然没包错 但是也没有用 对吧 我们也测试过 所以说对于description这个属性 只能够去获取symbol的这样的描述 但是不能够去写入 也就是不能去复制 而且呢 如果当年一个symbol 没有描述的情况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 unifined 这个呢 就是ES10 关于symbol的扩展 在ES10里面 它真正的把这样一个 description属性 被纳入到这个 ES的标准里面 所以呢 如果有需求 我们想获取到 symbol的描述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symbol的这样一个对象 去点 description 获取到它这样一个描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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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